裡面的所有函數 通通都放在這邊 當然還有除了 函數之外還有別的 只是說你有興趣的話 你不妨 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工具書 它裡面該知道的東西 你需要知道的東西 它都幫你放進來 只是說它的編排並不是非常好 OK 但是這個當然因為 至少有著 那它有哪些函數呢 你會看到它編排是A到C D到G 一直到Z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什麼 Labs的話 你可以找H到L 裡面往下找 它會有一個叫做Labs函數 這邊可以找得到Labs函數 至於裡面的用法 這個上面一般是把它執行 否則它有一些東西會有法顯示 裡面的話 它會有跟你講說 這個函數是什麼作用 然後怎麼去傳 傳什麼東西 但是裡面的語法 基本上 裡面的那個文字翻譯 其實不是算很好 所以你也不要 就是 鑽牛角尖 有的時候看不懂 你就略看就可以了 因為有些東西 你全部唸完一遍 你還是不知道它在講什麼 OK 那這裡的話 還有請參閱 Labs相關的函數這邊也會顯示出來 比如說LEN 剛好我們用LEN 有沒有 然後MID 或者是說 從函數中傳回字串 或RIS函數等等的這邊都有 OK 這個是第一個 你可以從什麼 從這個問號裡面去找 第二個的話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在那個什麼 就是VBA裡面 你打個VBA 在一個點 有沒有 點下去之後 其實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會出現一個清單 那清單裡面 其實就會產生 就會 顯示出 所有的 那個 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那其實你也會發現你打個L Labs也會出現了 所以到底VBA裡面有多少函數 這邊都有 要不你就是在問號裡面找 要不就是你打個VBA點 這邊也會出現 那也就是說 一般當然我們會把VBA這三個字省略掉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 你要 打個VBA 點 Labs 他一樣可以出現 那我的希望按個空白鍵 刮弧 打一個S 那豆點 如果你要打LEN 你也可以先打個VBA 點 L 有沒有發現LEN也會出現 實際上 我們只是說把那個 VBA點給去掉了 OK 所以 基本上以後如果你找不到 或者是你不太記得 哪一個函數怎麼下 你可以打個VBA點 它會自動跳出來 這個是第二個方法 要不就是從那個 說明檔裡面找 要不就是 你多一個VBA點 OK 也是一樣可以出現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我在這裡 多一個叫 串接 Email的 一個 一個程序 最後當然我講過啦 如果說你要把那個 按鈕給加進來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把它 插入一個 按鈕 然後呢 串接Email 複製一下 在這邊就會出現有一個 串接Email的那個 按鈕出現 當然你可以 再把它 試試看 把舊的刪掉 按下它 如果可以過來的話 恭喜你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表示應該沒問題 按下去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來外面先換給各位 那當然如果說你可以串接之後 有沒有辦法直接 沒有給那幾個人 假設只有這麼多人 那是不是 可不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乾脆直接 按下他 然後 你有幾個人 那mail就自動寄給這幾個人 那這樣會更好 將來 當然你也可以 寄內容 他 將來的mail 一定是 主旨 一定有個 主旨 然後 有要寄給誰 那裡面的內文 還有就是attach 是不是要附加什麼檔 甚至以後你也可以 怎麼樣 像之前我們有做過 就是 順便 attach 你要給他的檔案 每一個人要寄的檔案都不一樣 每個人收到的東西 也可以不同 這裡我想各位 先試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我把它放在 雲端 上面 給各位參考